在申请联署截止日之前 郭柯王三人都没有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申请联署 这意味着未来如果要参选 就只剩下政党提名的方式 而目前岛内政坛具有2020提名资格 但是仍然没有提名的政党 就只剩下亲民党和时代力量 尤其是同属蓝营的亲民党 未来如何提名 以及是否会和郭柯王合作 就备受外界的关注 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硕文22号重申 亲民党不会出卖手中的门票 并且表示预计会在10月开会讨论 本党2020提名方案 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硕文22号表示 针对2020选战 亲民党10月将开会讨论提名方案 目前内部已拟定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党主席宋楚瑜 再度批挂上阵参选 不过目前宋楚瑜意愿不高 虽然党内基层支持 送参选的声音不少 但最终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意愿 至于另一个方案 张硕文透露 就是要与其他理念相同的阵营合作 但这只是备案 尚未与其他阵营接触 他强调 亲民党抱持开放态度 若有合适人选 当然可以合作 但不会卖所谓的参选门票 与他之前的表态一致 政治不是奔赞 亲民党也不会出卖我们的门票 我们只会跟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为台湾匡扶正义 至于亲民党的区域名代人选 张硕文表示 也会在10月开会讨论 目前已有人选 并积极地在接洽商谈中 未来将锁定台北 桃园 张化 高雄等地 提出代表亲民党参选明代的人